Lunz Tina 老闆我跟你說我想了幾個傾銷案 這間公司呢 他雖然我們現在初步的了解他是做生計的 但是他其實呢 我可以說這東西你覺得是要不用 但那些東西是我們的警方規劃 跟老板报告时注意以下三个重点 一 告知主题 清楚地说明主题的重点 二 条列式表达 将报告的事项列点说明 三 换位思考 站在公司的立场 客户的需求来规划你的报告内容 会让你的行销提案更加顺畅哦 我听懂了 老板 今年的品牌行销活动规划有三大重点 一 品牌提升 二 活动执行 三 效益分析 错了 谢谢老板 哎 都已经几点了 几点了 老板怎么还不回我的信 我明明就是信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就跟他讲说客户会很急 但都已经几点了 三点半 四点半 我从三点半 四点半 等到现在已经五点半 已经快要下班了 客户还在吹我的信啊 啊 我到底要不要去打扰他 等一下他会不会往轰出来啦 诶 那个老板呢 我早上有发动也不要拍 就是因为客户很尴尬 客户很尴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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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帮我看一下 有啦 早上十点多了 十点多就要一七点多了 你下午几点多点都要喝了 可以早上帮我回一下 忘了 你写这什么重点啊 竹子如果写成这样谁会看得到 我有写啊 就是行销提案啊 但因为今天早上高手下大雨 我如果跟你提醒一下 就会高手下大雨啊 竹子是要写重点 我有写啊 我说 重点 我后面有写啊 用这种方式发信 绝对可以让主管描回你哦 我听懂了 大家好 呃 那个这个event呢 需要大家的shortle 非常重要 所以请大家把8月28号的time 要记得留下来 呃 那个负责call影片的同事 记得那个影片要记得call 呃 那个副作者 等一下 是 你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 我在讲8月28号的event呢 很重要啊 你讲中文吗 我有讲中文啊 我全都讲中文啊 全中文 进行简报时请借记三个提醒 一 不要中英文夹杂 二 不要使用简春及专业术语 三 请统一沟通用语 这样进行简报能够更清楚的表达哦 我听懂了 大家好 8月28号的活动呢 需要大家的全力支援 那负责就是影片的同事要记得要备份你的影片要带到现场 那其他那个呃 其他负责彩排的同事就相关的视野 所以要大家表达清楚 以上刚刚影片提到的三种是非常典型的职场常见的状况 希望大家看完影片之后都能实际运用在职场里面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表达技巧可以购买这本 一听就懂的重点表达术 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留言跟分享 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按订阅哦